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时如果觉察到我们的身口意 随时会散发出那一份清净庄严的样子 那随时保持这个样子 自然人家就会 悠然的产生恭敬心 赞叹心 这个就是我们佛陀 或者佛弟子伟大的地方 但是现在慢慢都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 好